你们有看过或听过这部电影吗 说是男女青年 必看爱情片 而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前几天在重温第三店的时候 我发现里面男主的撩妹技巧 不得了 非常值得全体男生接见 今天T就带着你们跟着经典电影学习 从认识聊天到暧昧阶段的撩妹小技巧 还愣着干嘛 赶紧做笔记啦 第一阶段是认识 大部分男生的大话方式 基本上上来就一句 你好 女女可以认识一下吗 你很好看 可以加个微信吗 说的是不是你 放心 家里中央的摄像头带美颜 这种大话方式很唐突 女少 反正我就是啊 下意识的会有抵触心理 可能脸都没看清就 来看看电影里的高手示范 男主开启对话的方式很聪明 他问Celine 你知道他们在吵什么吗 根据现场环境提出问题 既自然又不会让对方产生抵触情绪 而且对方出于礼貌 基本上都会回答你 重点是 提问题以及让对方回答 都给了对方时间 注视你的眼睛 仅当你们能够对视两到三秒 基本上就能产生一点好感 在这之后去索要联系方式 成功的概率会三倍 很注意啊 在要联系方式的时候 可以把美女 小姐姐之类 这种外貌称赞的词给去掉 直接就问 可以加微信认识一下吗 对于前面说的这个环境提问 在现实中也很好运用 比如说你在饭店吃饭 对隔壁桌的女生感兴趣 你就可以这么说 诶想问一下 你知道店里 现在放的这首歌是什么吗 对方回答后 可以拿着手机问他 是这首吗 这个歌手听着有点耳熟啊 他是不是参加过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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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直接问他 点的菜是什么 好吃吗 自己不知道点什么 OK 那产生联系之后 怎样跟女生持续聊天呢 这里我先说一下反面教材啊 中楼的男生 在弹幕里刷一波 我反省 很多男生跟女生聊起天来啊 就特别爱讲自己的童年事迹 或者牛逼经历 而且巴巴巴的讲的没完 讲完后还挺得意 看 我牛逼吧 丫头 眼神不骗人 肯定已经开始崇拜我了吧 Come on 姑娘没在你面前翻白眼 已经不错了 想要释放魅力没错 但也别一个劲的疯狂输出啊 得互相了解 电影两人在车上的时候 Jesse提出 玩一个两人互相问问题的游戏 有点类似真心话大冒险吧 两个人的溜温问题是非常能够加速彼此了解和释放魅力点的 不会聊天的男生可以找一个浪漫的环境 像西餐厅小酒吧什么的 跟你有好感的女生玩一下36个问题 这个游戏是有社会实验过 玩完之后大概率啊 能够让对方立刻爱上你哦 或者你们还可以用近猜的方式互动 比如说你们互相说出自己的四个经历 然后让对方猜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猜完之后还可以继续提问 为什么这么猜呢 然后再慢慢的揭晓 其实啊问题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通过问问题 让双方不断深入 呼吸自己的内心 并且互相坦白 这样才能从梳理到亲密 OK第三步来了 怎么样才能从朋友跨越到暧昧对象呢 这时候又不得不批评一下 有些男孩子啊 太会聊天了 聊着聊着就把暧昧对象 聊成好兄弟 如果真的想把朋友关系 变成暧昧关系 那就要学会制造心动点了 这点Jesse简直堪称高手 Jesse在他俩刚上车之后啊 就非常自然的把胳膊搭在了女主 靠背后面的椅子上 我当时看到这个动作 直呼好家伙 当然了 咱们现实中可以稍微含蓄点 如果只是第一二次见面的话 建议在聊天中可以坐得靠近一点 身体向女生侧倾一点 这样的小肢体语言 足以让你们之间的气氛升温 有的时候还可以借分享手机里一些图片啊 或者好玩的东西啊 悄悄的贴上对方的胳膊 暧昧度绝对up 影片里还有一段经典画面 男人挤在狭小的唱片店里 视听唱片 局促中带着点小紧张 Jesse偷偷看着Celine 但当Celine望向她的瞬间 她又避开了她的目光 是不是 跟我之前讲的 吊息撩海里的招数 一样一样的 人都有余光嘛 Celine当然知道她在偷偷看自己了 心里小窃喜呢 所以啊兄弟们 约会的时候多给一些注视 伯伯一直盯着人家 营造出一种你对她挪不开眼 但又有点小害羞的感觉 如果你们的关系已经比较暧昧 那就可以 画上一档 用浪漫环境带出 友情以上的接触 电影里两人在落日时分 坐上了摩天轮 Jesse向Celine走近 We got a sunset here Yeah We got the ferris wheel You know Are you trying to say you want to kiss me? 学到了吗 整点小浪漫 看个日出日落星空啥的 实在不行 一起看个浪漫的爱情片也行 环境气氛一烘托 那种关系越境的情绪 一下就上来了 自然而然 小手就拉一块了 因为电影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 所以很多暧昧的举动 进展的比较快 咱们要懂得融会贯通啊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调整一下这个节奏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对女生进行知己接触 一定是建立在 双方都有好感的情况下 不然很容易被当成骚扰 OK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啦 我们下期见 拜拜